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圆境》 看似是描写了一个虚构的美好世界 但其实是渔夫误辱死人活的故事 表达了作者对死后世界的美好向往 文章第一句 静叹园中武林人捕鱼为业 圆西行望路知远近 在古代很多产业都是世代相承 所以这位渔夫很有可能是从小就开始捕鱼 那一个在河里捕鱼的当地渔夫 理应对附近的水运是非常熟悉 迷路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但是渔夫却迷路了 呼逢桃花林家岸数百步 中武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那民间说法呢 桃树有辟邪的功能 所以经常作为阴阳两界的屏障 古代文人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 桃花四月初飘落及清明节前后 那这些呢都在为渔夫进入死人国做铺垫 出吉辖才通人 附行数十步豁然开了 渔夫呢看到山路之后就进去了 一开始呢是很狭窄的 走到后面全十分宽敞 在魏晋时期为了防止盗墓 墓盗大多都是前窄后宽 而且古人为了吉利 不会把村舍修建成为前窄后宽的模样 所以啊渔夫进入的 其实是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墓道 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桃花园里的房屋坐落 整齐有秩序 在古代只有大城市才会规划的整整齐齐 而桃花园只是一个小村落 古代的村落基本上都是以错综杂居的形式修建 但是呢古人对坟墓却非常重视 坟墓的修建往往有着 比活人居住更为严苛的规矩 所以啊渔夫进入的桃花园啊 就是坟墓中的另一个世界 另外竹桑茂盛盛的季节是五月和七月 而桃花呢则是三月 那三个不同基级的植物同时出现在当下 这本身就有一个巨大的时间谬论 谦墓交通鸡犬相闻 那谦这个字在古代啊 有时候会被拿来形容 木道 男女衣着 昔如外人 自云先是避秦时乱 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 不复出烟 谁与外人间隔 问今是何事 乃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桃花园里的人 说他们的祖先 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 而来到了这里 一直没有再出去过 也不知道有朝代的更替 从秦朝到东晋 已经过了五百年 而桃花园里人们的穿着打扮 却和外面的人一样啊 所以呢 很大可能啊 他们穿的衣服不是自己编织的 而是外面的后人呢 烧给他们的 而且五百年不与外界交流 那桃花园里的人 想要繁衍 就不得不尽情结婚 那尽情结婚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 所以啊 桃花园里的村民 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鬼 便要回家 涉酒杀鸡坐食 愚人各父炎至其家 接出酒食 桃花园里的人 涉酒杀鸡 款待愚夫 那外面战乱不断 生活条件是极其困难 而桃花园里家家是安居乐业 有酒有肉 那结合之前的解析啊 这几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现在中国不少农村 还有保留的一些习俗 那就是做白饰 摆祭品 可能渔夫在桃花园的那几天呢 就是在不停的吃祭品 祭出得骑船 便扶向路 处处置之 急剧下一太守 说如此啊 说渔夫呢 离开桃花园之后 就开始处处做记号 来报告太守 那很多同学呢 就说什么啊 渔夫呢 是贪图赏赐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时候的官府呢 如果说发现一个村子啊 顶多呀 就是多征出一些税赋 那渔夫他能获得多大的利益呢 所以说 更大的可能性啊 是人渔夫 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是一个鬼村 所以呢 慌忙去报告太守了 另外 渔夫可以从桃花园里进出 那住在桃花园里的人 为什么却不能出来呢 与桃渊明同时的 有一个风水家叫 郭普 他写过一本书叫 藏经啊 里面说到 门前桃桑为大兄 那大文学家 桃渊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五百年里 桃花园里呢 就没有一个人想出来吗 很有可能啊 就是因为啊 出不来 出口几百米之内 全部都是桃树 那桃树啊 就成了阴阳两界的一个屏障 不过桃花园里的人呢 都忘了自己已经死在秦始的战乱当中 侮辱的渔夫向他们讲述了事怪的事情之后 这些人终于明白自己早已经是鬼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消失了 后人呢 也再也没有找得到 南洋刘子记 高尚是也 闻之欣然归王 为我寻病中 后遂无人问津啊 桃渊明呢 有一个远房亲戚 叫刘子记 他听闻此事便前去寻找 但最终没有找到 回来后就生病去世了啊 深层自想 刘子记其实找到了桃花园 如果说桃花园真的是个鬼村 而渔夫的进入是一次可依不可再有的机缘巧合 那么正常情况下 哪种人才能进去那个到处是鬼的鬼村呢 刘子记死了 变成了鬼 所以啊 他成功了 进入到了桃花园 最恐怖的是啊 这篇文章居然要全文背诵 哎呦 你妈